那身為漢人的他 想盡各種方式 一直要勸原住民 你們千萬不要再來攻擊我們漢人了 不要再來獵我們的人頭了 可是原住民給他的一個回饋是 話說1988年的時候 嘉義縣的吳鳳鄉 因為經過長期原住民的抗爭 所以改名為阿里山鄉 很多人對於吳鳳這個存在就非常的好奇 他到底是誰呢 過去在黨國時代裡頭 一個極具典範效用的歷史人物 在近代好像已經沒有人提到他了 但他背後的故事 以及所呈現出來的歷史演進 是怎麼一回事 或許值得我們在7月的最後一週 一起來聊一聊 1780年代的嘉義 當時還叫做侏羅的這一代 其實發生了很多起的天花以及瘟疫 幾乎使得周族的原住民在這裡喪命殆盡 他們一部分逃到大山當中融入了布農族 而到底為什麼會掀起這個巨大的瘟疫呢 根據一些口述歷史 我們就可以看到原來在當時有一個惡靈作祟 那這個惡靈他的主角就是吳鳳 那要提到吳鳳啊 必須要把時間再倒轉半個世紀 回到在1720年代的台灣 當時的台灣發生了朱衣貴事件 侏羅也好 或說今天台南這一帶都特別的不平安 所以讓當時的政府 特別是雍正皇帝 就覺得如果要管理好台灣 那必須要把原住民 也就是當時所謂的藩 以及漢人用一條土牛溝給割開 但畫了一條線當然很容易 實際上管理會出很多的問題 虎牛溝的兩邊 其實秩序上都需要有人來進行維持 於是啊 有一些長期居住在漢藩交界之處的漢人 就成為了所謂的通識 這個通識呢 他同時可以代表漢人進到部落去 進行物資上面的買賣跟交易 同時他也會解決在漢藩之間的衝突 以及矛盾 那當然囉 有些通識透過他兩邊都熟悉 就可以在這裡有很多上下棋手的空間 兩邊獲利 那至於無縫是不是這樣的一個人呢 我們如果看他從1722年開始 在這裡擔任漢人通識 一直到他最終被原住民殺害 這個中間的過程長達50年的時間 就假如他是一個壞通識的話 應該很難在這個地方立足 那此次無縫的故事呢 最廣為流傳的一個版本是 他長年受到了原住民的崇拜以及喜愛 但是他長期也覺得很困擾 因為周族人一直都有一個出草 也就是獵人頭的習俗 那當然囉 漢人就很容易成為當時原住民攻擊的目標 那身為漢人的他 想盡各種方式 一直要勸原住民 你們千萬不要再來攻擊我們漢人了 不要再來獵我們的人頭了 可是原住民給他的一個回饋是 欸對不起喔 這是我們的文化 這是我們的習俗 我們就是有殺人頭來祭祀天地的 這樣一個習慣 你不能阻止我們 於是有一次無縫發現 無論自己再怎麼多說 似乎都沒有辦法阻止漢藩之間的衝突 所以他就告訴這群周族原住民 再過幾天呢 會有一個穿著紅色衣服 騎著白馬的人出現在河邊 希望你們殺了他之後 就不要再繼續出草了 畢竟這對我們漢人來說 真的是很大的困擾 過了幾天之後 原住民果然在河邊 看到了一個騎著白馬的紅衣人 他們三下兩褲威爾衝上前去 就把這個人的人頭給割了 可直到這個人的人頭落地的那一刻 大家才驚訝的發現 這居然就是 連原住民他們都很崇拜的那位 漢人通事 那這個故事的版本啊 無論是從早期 台灣通史 或是尼湛元在光緒二十年 一八九四年寫的 雲林縣採訪冊 或者更早 劉家謀的海英詩 都有提到這樣的一個記載 而這會不會是漢人 單方面對於原住民的一種抹黑呢 這就非常的有趣喔 在日本統治台灣期間 有許多的日本學者 都會對台灣的原住民進行訪查 他們也希望可以釐清一些在部落當中傳說已久的故事 而日本人這麼做 也是方便他們在未來治理山區 或者說跟原住民互動的過程 能夠更加順利 於是他們採訪到了不少 當時留下來的鄒族傳說 在鄒族的傳說裡面是講啊 這個無縫是一個極富思考能力 而且很善於溝通的人 聽起來也是一個正面的形象 所以日本人在他們的課本當中 也把無縫的故事放了進來 他以此來推廣一個精神 這就叫做殺生已成人 也就是犧牲了我自己 來換取漢藩之間的和平 但在這個階段當中 故事就出現了一個轉變 他們認為原住民之所以會離開 原本居住的那個區塊 不只是受到無縫的感召 而更多的是 因為這場瘟疫的到來 讓原住民覺得 老天爺 因為他們殺了無縫 而在懲罰他們 所以從此以圓圓的石頭 來取代人的頭顱 進行對天地的祭祀 但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這裡發現一個問題 其實原住民獵人頭的習慣 並沒有因為無縫的犧牲而停止 而且我們節目剛開始的時候就有提到 其實在原住民的記憶當中 是覺得這一代開始出現了惡靈作祟 其實與漢人或說日本人想要傳達的殺生成人 因為感動所以不再殺人 存在著巨大的落差 那故事到此結束 你會發現日本人很喜歡無縫這個角色 原住民聽起來對無縫也沒有惡感 那漢人更是會對這位通事感到懷念 三方都對他很滿意 那為什麼最終又讓無縫變成一個原住民 他們極欲擺脫歧視的圖騰呢 那在日本統治時代的末期 其實無縫已經變成了一個象徵跟一個標杆 也就是近代化所帶來的文明 其實是相較於原住民來的更加進步的 所以才會有漢人教育原住民 而且透過犧牲自己性命 這樣一個模板 那你要不要猜看這個模板 對於後來的中華民國政府來說 是喜歡呢還是不喜歡 答案是非常喜歡 這符合了所謂漢人的沙文主義 就我們是文明開化的 而你們是野蠻落後的 所以我來了這裡 我把你們當人看 OK 這樣的趣事呢 在後來國民政府統治台灣階段 在課本當中反覆的不斷的被大家給歌頌 無縫的傳說也就此變成當地人 或者說整個台灣 都非常熟識的故事 甚至還有吳鳳廟啊 吳鳳廟在他山火鼎盛的階段 可以說是車水馬龍 隨著遊人上阿里山之前 都一定會前來這邊祭拜 幾乎就變成了當時 去阿里山玩的一個必要的儀式感 可是轉折發生在1986年 在當時的社會呢 普遍都覺得原住民比較沒有文化 甚至如果問自己的長輩 可能還會聽過 一個人一旦太不講道理的時候 某些長輩甚至會用台語講 你這個人看什麼歡啊 那個歡指的也就是原住民囉 那這樣的一個既定印象 隨著無縫的神話 更廣泛的被整個國家意識給推廣 認為他們的確恐怖 而且會殺人頭 1986年 這是解嚴的前戲 有一個叫湯英生的少年 其實以他在部落裡求學的知識 以及後來的求學表現 是有可能成為一個老師的 但因為當時社會的氛圍 以及他家庭經濟條件的不允許 他只能到大城市來打工 他當時呢 是在一家叫做想想洗衣店的地方工作 那由於長期他的僱主 並沒有告訴他薪水的額度 使得他在工作上覺得很沒有安全感 而想要辭職 但是他的僱主 卻扣留了他的身份證件 而且繼續對他 採取非常不人道的方式對待 在歧視 在恐懼 在不安等各種情緒交織之下 有一天 他跟自己的僱主發生了肢體衝突 在憤怒衝毀了他的理智之後 他失手殺了僱主一家人 這件事情在當時 在台灣相較之下 更加保守的社會裡頭 是非常震撼人的 但是等到大家知道了 湯英生的故事 以及他的各種無奈之後 當時的學者 無論是蔣勳還是胡台麗 都願意站出來 為這個少年進行辯護 以及聲援 那這也才讓台灣社會開始意識到 我們過去幾十年好像對於原住民 是沒有足夠理解的 別忘了 當時可能還稱呼他們為山包呢 原住民這個概念要一直等到1994年 李登輝擔任總統的時候 才正式確定下來 山地同胞這個名詞的背後 他說隱含的還是身為在都市 在漢人的眼裡相對落後 而野蠻的存在 那也就使得整個州族 開始有意識的決定 要把自己的話語權給搶回來 所以他們才針對自己這個鄉 為什麼叫無縫鄉來進行抗議 而最終我們就看到的是 今天嘉義縣的這裡 被稱之為阿里山鄉 當一個民族 他想要統治另一個民族 而且採取的是以神話來取代事實 他可以明明把一個好人 變成了一個神人 但是將他捧上神壇之後 如果帶來的是 對原本本地民族的歧視與傷害 最終他們就會釀造成一股反噬的力量 所以好端端的一個無縫 一個明明在清帝國統治台灣時期 極具象徵與代表性的通勢 明明他的故事 明明他的事蹟 其實並沒有這麼的可惡 可是因為隨著政府的需要 在日本政府 在民國政府 兩代造神之後 對原住民產生了巨大傷害 而最終則招來了 你想像不到的結局 其實這個故事也是物預示著 誰想要搶歷史的話語權 當然任何擁有政治權利的人 都可以這麼做 但這麼做的結果 可能會導致一個 你原本完全預期不到的結局 以上就是這一期的故事方程式 我們聊了無縫的故事 一個在鬼故事背後 寫靈靈的歷史真相 喜歡節目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臉書、粉絲、專頁 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